全国大选到处第一次 而这里就是个永平新议会的大操场 也就是国阵一国党中亚裔战的最后一场竞选活动 你可以看到的是现场 这个永平穿着蓝色上衣 又能挥舞着旗帜 气势非常的高 好彩永平帮走 永平中席护选人林天顺在最后一场竞选演讲 请出在背后默默为他付出的女人 也就是一直陪伴他的妻子 他说非常感谢妻子过去默默的为他付出 两人感触的泪流满面让人动容 我回到家我只能告诉我老婆 过去的这几年 当我面对任何人懦弱的时候 当我害怕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谁都不敢说包括魏家乡 我只能够回家告诉我老婆 我的老婆每次都会给我一个拥抱 天顺 他没有叫我天顺的 他叫我杀狗的 他说不论你做什么 他都会一直支持着我 压轴上场的国阵亚一旦国席候选人 拿都斯里魏家翔 则是呼吁选民要给力永平周席候选人林天顺 与此同时他除了再次细数西蒙总裁敦马的罪状 也提醒选民不要轻易相信西蒙说要取消消费税的竞选宣言 现场也播放魏家翔的竞选歌曲 我和你一样 场面激昂 而在同一个小镇上 西蒙同样也举行街头演讲 虽然场地不比国阵的场地大 但是现场的气势同样激昂 一片红潮 NTV7刘湘玲 柔佛 永平采访报道